大家好,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金钱树的一些扦插方法 当时的话呢,我主要是用土壤来扦插 然后用上一些叶片啊,或者是一些茎杆来扦插 当时的效果都是还不错的 那么就有话有咨询了 这个金钱树我们能不能够用水擦的方式来进行繁殖呢 那么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实验 那么这个是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呢 进行水擦的一个金钱树的叶片 当时我就选了三片这个金钱树的叶片 然后呢,把它放这个水里面扦插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现在呢,都已经生根了 大家看,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金钱树的经验 那么首先第一个这个叶片的选择呢,就非常的关键 大家在选择叶片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长势比较健壮 而且没有任何病虫害的这个叶片 而且这个叶片的话呢,一定要是带有叶柄的 如果没有叶柄的话呢,可能后期很难生根 所以就是第一个叶片的选择很关键 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用一个这种相对比较浅一点的杯子 然后呢,在里面放上大概一厘米深的这个水就可以了 把这个叶片呢,直接放进去 那么放上一段时间,很快呢,它就能够生根了 那么像我这个的话呢,不到一个月,可能就二十多天呢,就已经生根了 主要是因为呢,我给它啊,在叶面上呢,给它喷湿了一点这个叶门原路 就是这个叶门原路,为什么要给它喷湿这个叶门原路呢? 因为我们把它放置位置呢,是一个阴凉通风,而且有散色光的地方 那么这个叶片它还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来积蓄光合产物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积累光合产物对于它生根呢,是非常有利的 而这个叶门原路,它就可以增强植株的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增强了积蓄的这个光合产物多了 那么它就更容易生根 像我这一盆的话,就是因为喷湿了这个叶门原路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生根了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呢,这个叶门原路还可以增强这个叶片的抗性,增强它的一个抗力性 对它后续的成活也是非常有利的 所有的方法很简单,将这个叶门原路与清水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给这个金钱树的叶片呢,喷湿大概一到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每十天给它喷湿一次就足够了 所以呢,金钱树的叶片呢,我们是可以拿来水擦的 那么大家注意好,我说了这几点 那么它的成活率和生根率呢,就能够大大的提高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